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税申报似乎遇到麻烦 一则关于租客申报各税抵扣 上报房东个人信息房东害怕被追缴税款拒绝继续出租的消息引发热议 各税新政落地后 租房市场上 租客 房东 政府几方博弈 家具有租客担心自己申报各税抵扣后 房东被税务部门追缴税款 这一成本可能会转嫁到房租里引发房租涨价得不偿失 也有房东忧虑中长期来看自己的房产信息 因此在税务部门备案 未来还会迎来房地产税 控制税等更多支出 1月3日 市民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家里中心内的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采集点 进行相关信息登记 中心社记者因立琴社多位专家 向中心社记者表示 个税抵扣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而非采集房东的个人信息 更不是为了加征房东的税 这一点从租房抵扣的税的申报只涉及是否有租房行为 而不涉及租金金额就可以看出 房东和租客租不必过于忧虑7日 针对媒体询问税务部门也回应说 并没有接到根据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追征房租相关税费的通知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卫告诉中心社记者 税务部门并不需要通过零星的个税抵扣申报 来登记个人房产信息 需要缴量个税的租房者 在中国所占比例并不高此前 据财政部副部长程列华透露 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人民币之后 中国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 由之前的44%降至15%张大纹数 除入房门槛较高的热门一二线城市外 大量三四线城市的租房者或是个体经营 或是收入不及起征点 并不需要申报个税抵扣如此 由租客个人申报的不完整信息 也不足以用来追缴房东的税管 而且今年全国统一的不动产 登记信息官密基础平台 以实现全国联网 一二线城市居民身份证号 对应的房产信息并不难查出 更不必大费周章通过租房 个税抵扣来收集信息 个人所得税APP截图 当然 房东出租房屋 获得租金从法律角度讲 的确应该交税按在当下市场 房东交税的比例非常低聚机构 估算目前中国房东交税的比例 不足出租房屋者的1% 张大伟认为 引导纳税应该是个长期过程 当前政策重点 还是应该打消双方有利 让居民更多享受到 减税红利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系教授 焦建国指出 租房行为涉及政府 出租方和租客 这是个三方博弈 从目前的价格机制角度看 租房的一方是 若是主体出租的一方 是强势主体 最终针对出租方的这笔税收 还是会由租房者来承担 至于房东在房屋出租中的所得税 如何收取 可能需要税务部门摸着石头过河 在真管的过程中 慢慢摸索 同时这也是一个 供求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建文 建议短期内税务部门 可以出台一些过渡性措施 在一定额度内对租房收入免税 这样成租方 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尤其是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大城市 能鼓励更多业主降房屋出租 增加房源保证租金稳定 但从长期来讲 刘建文认为 还是应该提高全民税法的意识 不管是出租方 还是成租方 都应该按照税法的规定 共同守法 同时加大信息披露 加大逃漏税惩罚的力度